民进党近日呼吁国民党在选举期间应该要暂停处分党产 而对此,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认为很有道理 他也认为国民党用有问题的党产选举还作假民调,导致选举不公平 但是监察院却都没有处理 宋楚瑜也认为监察院非常失职 全台各地社区医院走上街头争取分级医疗和支付正义 就是不满健保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型教学医院 让社区医疗萎缩影响广大民众的医疗权益 而亲民党总统参选宋楚瑜也现身立体 至于宋楚瑜前一天出席工商团体会谈 但是媒体的篇幅就是比对手民进党蔡英文少了许多 宋楚瑜认为这就是不公平的选举 加上国民党还作假民调 监察院却没有处理 也认同民进党要求国民党选前先暂停处分党产 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要和重要的政治人物建立热线 宋楚瑜身为北市府的市政总顾问 他说和柯文哲之间随时可以联系 还提醒柯文哲 更重要的是要和人民建立热线 不是要跟政治人物高层次人建立热线 是要跟人民建立热线 27号总统辩论即将登场 民众也将透过辩论更了解候选人 宋楚瑜说近期都在忙着详细阅读政策资料 要做好万全准备 记者小吴家宝台北报道 我没错 咯